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欸! 封命會騙人 直接講翻號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今天的超認真主題是 西宮小學堂 砂紙翻號要幾號 厘史以史刷刷 到一般的油漆治料行 我們要去買砂紙的時候 裡面的歐巴桑就會問你說 啊你要整番耶 那整番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在砂紙後面的這個小數字 但我們看到這個有一個 80 跟 120 就是由沙子它的顆粒大小 以前在古早13世紀的時候呢 其實中國人他們就會用一些 礦石啊 石頭當成沙子 那在古早的時候 人家也會用鯊魚皮當成沙子來使用 到了1916年 水燕就是迷你蘇達礦業 發明了水沙子 那水沙子顧名思義呢 水沙子 再來 水沙子 水 這個叫水沙子 這個叫布沙子 那水沙子它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有水嘛 它要經過水當界子 你在一般家庭裡面 最常用到的其實就是 80號 120號 240號跟400號 在這個四個號數區間 你通常就已經可以做完 幾乎你想像中的所有事情 你如果不是要用漆面拋光 或者是你要做精油的烤漆 其實你甚至不需要買到 600號以上的沙子 沙子的號數它越大 它的顆粒就會越小 然後號數越小 它的顆粒越大 在家裡面你通常會磨到什麼 磨到木頭 磨到一般的箱子 或者是你有一些很古早的米娘 很老的老件 老木 老木 重點就是 你要先從小號的沙子 一路磨到大號去 那布沙它很容易 它其實只要直接用濕的 就可以濕起來了 通常我們會把它分成 六等份到八等份 會有一個 很神奇的手勢 你要從號數最小的沙子 一路走到 號數更大的沙子上 你在研磨的時候 記得要戴口罩 那因為今天我們要講解 所以 我們就 不戴囉 小心自己的手 不要被這些小木屑 刷到 你會先看到一些木頭的原色出現 還有一些 類似 黏輪的痕跡 它會把剛剛80號的痕跡走掉 沙布跟弓箭上面所產生的痕跡 你在下一號的沙子 它要把它完全剔除掉 走到240的時候 這個老木它的屁股 就會像嬰兒一樣的滑順 你摸起來的時候 它其實就很像人類的肌膚一樣 有沒有 很棒吧 其實在整修木頭的時候 只要用到三個號數的沙子 它就能夠很簡單的完成了 但是現在就已經什麼年代了呢 哪有人在用手續去磨東西 現在這個年代 我們當然可以用很多機器 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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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你按讚分享 跟或按下那個小鈴鐺 就是今天這樣子喔 超級小鈴鐺 掰掰 你在下那個 小鈴鐺 ня 吉iti 也 快點